歐國盃D組首輪賽事 英格蘭對著克羅地亞 你們喜歡三絲軍團還是格製軍團 我是講波又講馬的瑩瑩 奧地利如果要爭出線 這一場對北馬其頓可以說是不容有失 畢竟同組還有實力強勁的荷蘭和呼克蘭 至於北馬其頓方面 是第一次打入包括世界盃和歐國盃的大賽 絕對是新力軍 我是時波假餐多吹水口囉嗦的積奇 說起橙衣兵團荷蘭踢歐洲國家盃 大家會想起甚麼呢 可能想起雲巴士頓、古列治 想起柏金、諾賓、史尼達 今屆的荷蘭也有迪列達 也有威娜杜姆、還有迪比 大家聽到這些名字 就知道今屆荷蘭多令人不太好 我是百祈 歡迎收看今集的麥波都追 今集我們會說英格蘭對克羅地亞 其實我自己本人喜歡克羅地亞 但我要流淚去選英格蘭 所以在這一場我猜英格蘭會贏 如果說他們出線來說 我就猜英格蘭會首名出線 然後克羅地亞就次名出線 你們覺得呢 我首先想從心態的角度去分析一下 現在很多人就是這樣 喜歡那隊 但投注相或者支持 可能支持另外 等他們心理上平衡 A贏你又開心 B贏你又笑得下 我不知道瑩瑩是否這樣 這個不是的 這個是我憑著 我研究一下他們的數據 過往或者近況 看看他們得出 我覺得他們應該會贏還是輸 跟我真的喜歡他們沒有關係 所以這次我真的落淚地覺得英格蘭會贏 我猜我們三個應該都很一致 剛才瑩瑩表態 我也是覺得英格蘭會贏 巴奇 英格蘭贏2比0 OK 你也很快 英格蘭贏3比1 我在你們之間我是2比1 但整體似乎都覺得英格蘭 而且因為很重要 因為今年大家都知道是多國主辦 英格蘭是其中一個新霸的國家 有主場之利 三場分組賽都是在溫布萊球場踢 所以一定是有些優勢 第一場比賽對著同組我覺得是最強 第二強 僅次於英格蘭的克羅地加 所以這樣估計都合理 雖然我很喜歡克羅地雅 但我覺得他不及英格蘭現在的勢 因為克羅地雅前中後三線 其實仍然是靠佩利石、摩迪、路夫雲 這些人 其實隨著黃金一代都變老 球隊其實都出現一個青黃不折的問題 雖然他們在歐國盃的外圍賽是第一名的出線 但看回整個出線的過程 好像對著藥隊、亞塞、拜疆兩回合 其實是一勝一和的 贏的那場只不過是贏2比1 其實我覺得就沒什麼說服力了 看回克羅地雅近況都不是很好 跟四場賽事 三場輸、一場和 失成十球 平均一場是失2.5球 而且克羅地雅在歐國聯對著法國、葡萄牙 四場全部都輸了 上次對著英格蘭都是輸球 近期好像面對著強隊不懂踢球 所以我也覺得他這場會輸 我簡直覺得今屆的克羅地雅不會走得很遠 未必少了他出局 但我覺得你十個球已經沒有了 至低限度一定不會是上屆一杯亞軍 不會的 因為我不是很喜歡這對克羅地雅 但好像剛才瑩瑩所說 怎會踢來踢去都會這樣 沒有人的 沒有人的 他的青黃筆跡 老化很嚴重 加上瑩瑩這麼詳盡的數據 我更加覺得你這對克羅地雅 很快再見 其實跟三年前的世界杯名單相比 主力球員相比 已經沒有了拉傑迪 他退出了國家隊 但還有比如說魯夫蘭 摩迪 保索域前面 就是佩利石那些 我估計還有一些 爛船 不要說爛船 真是可憐 還有一些本錢 可以說在小組爭出線 因為始終是捷克和蘇格蘭 我覺得兩隊都是 看看哪隊搶第三 克羅地雅和英格蘭一定是第二門 但英格蘭那邊 我覺得一個疑問就是 大家都知道 近年他們銳耳年青化很多年青球員 而這班年青球員的確每個都是 你說逐個稱的話 很有質素 你說新組 你說科頓等等 亦都在各自的鴻門球會是主力球員 但是放在同一隊球 其實我很印象深 就是之前 譬如你說三月份也好 上年三月份也好 有些國際賽 其實英格蘭踢出來 節奏又不是很快 踢出來的進攻足球 氣勢又不是很零厲 所以是擔心大賽經驗那方面 其實看回英格蘭近年 其實我覺得真是人才背出 只是右閘 選什麼人入選 都搞到收夫機很為頭痕 不過最沒想到 他最後選了四個右閘 入最後名單 我覺得是有點浪費的 你把位置連球王也好 對嗎 對 沒完結很差 對 大家都很傷心 另外其實年輕球員 例如蒙特 你剛才說過科頓 列斯詹斯 其實各自在自己的球會上有好表現 加上有一群當打的球員 哈利簡尼亞 新組 蘇爾 密佳 其實今屆的英格蘭人 我覺得絕對是稱得上頂級 英格蘭在歐國杯外圍賽 小組第一名出線 而在最近的世界杯外圍賽 其實暫時都是三戰全勝 看回他們近方都不錯 近十一場賽事 贏了八場 入三十球 只是失足四球 其實看回他們的攻守 其實都是一樣的好 今場我會支持英格蘭贏 取得三分 其實我覺得這對英格蘭 真是不錯 其實他本身的整體性 跟修夫姬 我覺得他的調配能力是不錯的 所以我覺得這對英格蘭 我不會覺得英格蘭是冠軍 坦白說 但我會覺得英格蘭 我想會走得遠遠離 即是歐洲國一般 那你看到哪對冠軍 講到冠軍 我很想意大利 我很想意大利 但你問我真是最熱門的 我是很老套 我是最熱門的法國或葡萄 我法國 法國的確是奪貫大意 但英格蘭 我想我知道 對上我們二十多三十年 都經常會笑英格蘭 什麼名氣就夠響 明智的球員 每個都是頂級聯賽 很有實力 但踢出來的大賽 經常都會令大家失望 但我覺得 要一屆一屆賽事去計算 現在英格蘭 還有這堆青憤 因為青憤一定不是一兩年 可以實行的事 其實這群青憤 你想想由以往U21 甚至U17 慢慢培育上來 去到現在的大國 我同意八旗所說 我覺得 就算上屆 例如小杯拳 他們都去到四強階段 不是說他今年可以再進一步 始終拿冠軍也要天時地利人 但起碼令到大家對這隊英格蘭 我們要平心而論 不要給笑話 可以當作為俗俗的計算 但我覺得英格蘭 是要看看能否這群球員 在面對壓力時 可以懂得應付 所以我覺得 這組都是首名的 到四強階段 我覺得都是他們的目標 我看著英格蘭的陣容 我自己最大的感覺 就是欠了一個好洞門 其實我覺得一個強隊 要贏大賽 除非你有壓倒性的實力 或者像西班牙那種很壓倒 不是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一個好的龍門 是必不可決的 今屆英格蘭的正算龍門 我猜都是碼覆福特 但碼覆福特是否一個好龍門 相信很多球迷都有個答案 看開我眼睹就不是有兩個答案 給不到信心 另外也有一個關於 我們也要感謝MJ 很辛苦跟他們做資料搜集 有一個關於黑羅地亞 挺有趣的消息 就是原本他們是在蘇格蘭 那裡責刑 但後來當地可能有一些 防疫的條例 所以都放棄了 最後他們現在就決定 在每場賽事之前 都會回到黑羅地亞國內備戰 直到比賽前一刻 可能一兩天才飛去當地比賽 比如這裡飛去英格蘭 這一場比賽 其實這樣的來來回會 是很累很辛苦的 其實我覺得都挺影響體力問題 或者你真的很累 周居勞頓 所以我想法奇剛剛說 16強 16強止步 我想都可能是 因為你的問題有少許原因 有點擔心 還有黑羅地亞我想說一樣東西 兩位就說黑羅地亞都應該欠第二名 但其實我很看好他的第三名 對嗎 你看好誰第二 有蘇格蘭和捷克 我覺得第二是捷克或蘇格蘭 真的要 我覺得是捷克來的 我捷克來的 我捷克來的 你不要吵我 我捷克來的 我捷克是黑羅地亞 我捷克到我三歲 我覺得有一隊沒有新的好的球員出來 但可能他們經驗搭救 如果他們因為老而言 可能體力是差一點的 但你走位、能力、把握力 你可以這樣說 但我對這隊黑羅地亞 很沒有好感 為甚麼 我覺得這隊黑羅地亞 你不要不開心聲 你不要那麼不開心 你竟然真的很喜歡黑羅地亞 甚麼呀 世界杯當時我非常喜歡他 因為我覺得 通常那些老兵會被活力慢慢淹死 很容易被活力淹死 我自己有些很不好的回憶 就是在20年 想衛免世界杯冠軍在意大利 整把老兵 基本上是少了 原來是這樣 對紐西蘭都贏不到 人家都要小心 那我明白了 我想多看一點點 看外地初盤 英格蘭讓半一 近18年 英格蘭對著黑羅地亞的賽事 英格蘭讓半球到半一盤口 英格蘭是全部贏了 而且英格蘭在歐國杯的外圍賽 贏盤率高達75% 所以我綜合所有東西 我就算喜歡黑羅地亞 我都是無奈地覺得英格蘭贏 我支持他上盤 我覺得如投資角度 這場買英格蘭 是等於上年買美國買Tesla 對,那你笨蛋了 要不要叫台長開個節目 讓你再說幾句 Anyway 這場真的是一致看好英格蘭 會不會有出事 對,我很想說這件事 但買Tesla也會輸錢 對,因為歐聯 我們都是一致看好 怎會是壞 即使我們一致看好都會有問題 我打算不提 那個Promo其實很有氣勢 尤其是即棋 我很記得他那個通 萬聖 這樣就 這壞事不要提 歐洲國家杯是新的開始 總之我們就是一致英格蘭贏 大家自己想想吧 哈哈哈哈 來到這一場大戰 也是大戰來的 荷蘭對烏克蘭 大家怎樣看呢 這一場首先我想說是甚麼呢 這兩隊裡面最出名 最大的球星就是舒夫真高 還有對誰的領隊 范迪寶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兩個領事都很出名 我見過舒夫真高很親切 對呀 爺爺立刻在搜索資料 誰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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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出名 沒有呀沒有呀 很多都不出名 舒夫真高還出名 哈哈哈哈 有些球星的 有誰能夠走進營營你的目光 其實如果勉強要我選 烏克蘭 我就會覺得看這個新增高 厲害呀 是的 雖然我剛才在歐聯賽事 我也不太欣賞他 但是如果計算 在烏克蘭來說 我覺得是可以留意一下他 因為其實看回他在曼城 近年來都越踢越進步 其實都變成了 是烏克蘭的核心球員 他在曼城踢左閘 其實我覺得他反而在烏克蘭 可能會踢前一點 所以我覺得攻守兩邊都是需要他的 成為一個進攻的核心 這個答案真的非常棒 正的地方是留意到新增高 都未必留意到荷蘭那些球星 咦? 看來荷蘭真的有點危險 真的有點危險 荷蘭呢?荷蘭有沒有哪個球星 你最喜歡的? 迪比 因為都是荷蘭的進攻核心 我通常都會選這些比較進攻 進得多球的人 因為他今季在髮甲都入了20球 還有12次助攻 成為了這個助攻王 所以簡直是要留意一下他 還要去巴塞 他在荷蘭國家隊 是踢得很像尼瑪一樣 就是荷蘭國家隊的尼瑪 都值得看的這兩個朋友 荷蘭我也替他擔心 我們要猜猜賽果 很接近我們大家猜的 就是荷蘭似乎沒什麼優勢 這場我猜他是打和的 我也是 我猜1比1 我猜你做完 我猜荷蘭贏 荷蘭你猜贏的誰 3比1 先聽你為何會這麼有優勢 不如我先說一下烏克蘭那邊 其實自從舒夫真高 帶領了烏克蘭之後 球隊踢法是整體的 球風硬朗 其實成績也大有進步 烏克蘭在歐國杯外圍賽 其實表現都好 百輪小組賽六勝兩和 力亞葡萄牙 拿到小組第一名出線 但是看他們外圍賽的四場作客賽事 贏立桃園比較清脆 贏3比0 另外打和了葡萄牙0比0 但是另外兩場是比較失望的 就是2比2打和塞爾維亞 連對著這個藥隊 盧森堡都只是險勝2比1 而且贏的球是保時才進 我覺得這樣看上去 表現其實他們不算好 而且球隊近況 其實作客的時候都幾差 近七場作客 兩和五輸 失成22球 今次他要作客去到荷蘭 我看怕他也空多吉小贏不到 我翻譯一下 即是說不時看好荷蘭 純粹烏克蘭令泰姆信心 太失望了 荷蘭那邊 那邊奧拉蘭未必是很厲害 我想大家觀眾朋友可能都知道 荷蘭有甚麼禁令 你覺得入贏也有可能 但贏到三球也不少 3比1 是的 because of country 河蘭在歐國杯外圍賽 跟德國同組 雖然他屈居德國之下 排第二名出選 但他們的表現也不失禮 兩次對著德國 一人贏一次 因他們的陣容 其實最令人擔心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後防雲迪克 自從他受傷後 荷蘭就踢了八場 除了對弱隊有格魯吉亞 拉脫維亞和直布羅陀 是沒有失波之外 其實其他都有失波 所以我預計今場都會失波 所以都會失一球給烏克蘭 但是我覺得很幸運 他們的前中場功力很好 那八場賽事 剛才提到的八場 是入了22球 實行義工代手 而且今場賽事 他們有主場之利 荷蘭近十場主場正式比賽 贏了足足八場 在這八場入面入了23球 失得兩球 當中對手還包括德國、法國 這些頂級球隊 雖然他們的教練 法蘭迪、保利亞 就給人的感覺 好像能力差一點 但是我覺得始終今場 憑著荷蘭本身的實力 和主場之利 我覺得可以贏到烏克蘭 我想補充 其實荷蘭在歐國聯的分組賽中 是比意大利 力一下 力一下 進不到 四強 是嗎 意大利排榜首 這麼巧 這個我真的要描述一下 意大利厲害 意大利厲害 強強對碰會有贏輸 很多人心目中 意大利和荷蘭同級球隊 強強對碰一定會贏一隊輸 可以輸給意大利也不為過 荷蘭有甚麼 其實荷蘭 我有點矛盾 我猜荷蘭贏不了 因為我對法蘭迪、保雅沒有信心 因為這個法蘭迪、保雅 其實已經被荷蘭的球迷批評 近期兩年 但其實荷蘭有個別的球員 我是挺欣賞的 例如迪聶特 大作人達斯 不是因為他作人達斯 所以我欣賞 是我本身挺欣賞的 歐洲有數 或者在巴塞的法基迪莊 我也挺欣賞 或者利物浦的大道母 我也是挺欣賞的 這群球員 甚至迪比 我都覺得是有質素的球員 但是荷蘭 我覺得雲迪克傷了 我覺得是挺致命的 沒有一個世界最頂級的 其中一個總結 你看你就抱就知道 是啊 結果我猜不會差太遠 球隊的整體實力 別以為差的球員差很遠 很多時候不是差很遠 但雲迪克的級數 可能打給荷蘭是一種災難性的影響 不過有一點好消息 就是他也在 不過就不能在… 教練組 對… 在後面看著 可能給了一點經驗 一些怎樣防守對方的前方球員 可能分享到一點給這些隊友 還有荷蘭這隊球給我的感覺 就是其實我兩年前 我曾經現場看歐國聯 看荷蘭對葡萄牙 荷蘭當時他入了決賽 我印象中 他給我的印象 那場是有雲迪克的 我要先說明 就是他的整體發揮得很好 但他前面的把握不能入球 即是他沒有了一個很有級數的中鋒 而今天的荷蘭 真是帶中鋒位的 其實不是敵比 魯克迪莊 你糟了,魯克迪莊 魯克迪莊 即是伊卡丹西維爾 但他之前是帶柳卡蘇 我記得他帶一個 就是一個把握力都出名的球員 即是出名不好的球員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我覺得是荷蘭一個隱患 隱患 分分鐘入球的 真的要靠韋達道母 即是後面插上去 所以這場我和戴琪是一致的 即是挺難看好荷蘭 不過他有優勢就是主場 主場 烏克蘭我剛才說 他近來都挺和得的 即是近來19年的外圍賽 我們先放在一旁 近來講世界杯外圍賽 他看過三場 三場都一比一 即是當中有些差 即是主場對黑曬黑 也是一比一 但他能夠作效法國 都是一比一 這個值得參考 即是他對著實力 可能有些距離的對手 法國 西里布外圍賽 正式比賽 大家都有些競爭 他都有一定的 守和對方的能力 所以這場 既然荷蘭那邊 有前鋒的一般 領隊的領導能力 又不是太有令人信心 烏克蘭似乎打和 即是拿下分 我覺得有些機會 而且烏克蘭對方 有少少主手 其實某程度上 都影響了我 對這一場的看法 我都會覺得 其實如果去烏克蘭 他這麼保守 我猜烏克蘭會打得很保守 而他又不是真的 反擊能力這麼強 那一種 我覺得都是和局多 沒有 其實因為我看回 有記者都問過 如果說法蘭迪寶瓦 今場會怎樣看 怎樣看 他都回答 贏三比一 哈哈哈哈 他當然是這麼說 喂 內幕來 喂 你問了 燒燈哥 燒燈哥 也說自己贏三比一 不是 可能拿到分 法蘭迪寶瓦 他當然要回答一些 令球迷滿意的答案 即是如果他一回答 我想這場都空多格少 我想他都不用戴下去 不過值得看的就是 原來他們對賽不算太多 對賽那兩次 喂 剛好有一次又是打和一比一 那次是烏克蘭主場 在2010年 雖然比較有些長時間 但也算是參考一下 他們這麼久以來對賽兩次 荷蘭主場那次就贏三比零 但烏克蘭主場那次就是和一比一 荷蘭主場那場值得參考 是的 但是那個就已經是2008年的荷蘭 當時的荷蘭 就和今天的荷蘭 那個水平有少少不同 所以這一場來說 我覺得他們論往績 論近況 都比較傾向有打和的可能 或者荷蘭沒有這麼大優勢的可能 所以這一場比數 我真的不敢完全肯定 但如果有那些什麼 就是讓很多球 那些我覺得 可能下盤都幾值得去支持 說起這個釀幾多球 其實我看外地初盤 5月24日其實是開出荷蘭釀一球 不過一星期之後 就回到半一中水 但對比起馬匯來講 其實馬匯現在仍然站硬 在釀一球盤 所以我覺得感覺 其實應該還是挺看好荷蘭 所以我也希望他們贏球 贏盤 所以我就猜3比1 如果你贏2比1 都是走的 所以就要贏到3比1 還有我覺得如果是非投資角度 非投資角度 我覺得無所謂 尤其是荷蘭角度 贏不到這場 之後你對奧地利 或者德馬奇頓 我都常常代入領隊角度想 這一場 In case 打和的情況 其實都不時太壞 最重要是不要輸球 不要有很嚴重的受傷 紅牌 令整個部署亂了 和球是一個可接受賽果 所以第一場拿一下分 等之後看定點再來踢 都有可能 所以這一場 我們就傾向他 未必會很進取 未必是去到最後關頭 嘩 不贏不行了 打和分中 有時可能可以走下線 第二第三名 不過我覺得相對來說 始終荷蘭在這一組來說 相對是一枝獨秀 他前中後三線 都是強過另外的三隊對手 我覺得這一組出線沒有難度 亦會審明出線 但淘汰賽 就要看看有沒有這個雲碧黑 剩下一點 不好意思插嘴 剩下一點時間 為何要插嘴 我想提升球迷 可以留意一個荷蘭的球員 叫韋加賀斯 韋加賀斯 馬上看看 韋加賀斯 和夫斯布的中鋒 其實他本身是荷蘭那一隊 都不是踢過很多場 他和一個很高大 很衝撞的中鋒 我覺得很有趣的 未來的畫面 就是可能 當荷蘭想入球 應該這麼說 或是圍攻 九宮不入的時候 我覺得絕對有機會 換韋加賀斯進來 衝撞 所以荷蘭是很少出 這類型的中鋒 我覺得這個球員 是值得留意的 好… 謝謝八旗的推介 看看這個球員有沒有出 如果有出的話 他可不可以先選他入球 應該是挺好的 挺好的投資角度 不錯 投資涉及風險 總結一下 我想沒甚麼人有變化 大家談完之後 我和八旗 傾向打和一比一 我個人覺得 荷蘭優勢不大 下盤可以考慮 而瑩瑩堅持是3比1 是不是 和法蘭迪寶 同一陣線 入球來說是偏多 應該都是上盤的 大家自己參考一下 這場就是歐國杯的C組 封組賽之中 有個新面孔 就是北馬其頓這支球隊 是第一次進來這個大賽 如果省港杯那類都是大賽 可能不止 但如果說世界杯和歐國杯 真的是第一次第一次 但接下來就要對奧地利 應該就比較惡劈 難搞 不過他們同組的是 荷蘭和烏克蘭 如果想選一場勝仗的話 似乎是這場 大家都想贏對方 如果大家目標是贏一場 對荷蘭就打和當贏 有點差距 對烏克蘭都OK 但烏克蘭感覺上 如果大家比奧地利厲害 如果真的要排隊的話 尤其是如果站在奧地利那邊 如果連北馬其頓都贏不到 你出線的席位都真的贏 拜拜 因為今季這次的歐國杯 分了六個小組 每個小組有四隊 頭兩名直接出線 至於第三名還有一個富家賽的機會 六隊就欠四個位 所以某程度上 你只要在小組裡擊敗到一個對手 你就已經有機會拿到第三名 然後再去打一打 有機會出線 如果打一場 打一場 打一場我都不覺得 北馬其頓打到哪一場 北馬其頓打不到 我怕他打一球 北馬其頓真的問 不過我又是做功課 不覺得他對球員 有機會聽過有機會認識 起碼他踢球會都認識 例如我剛對上一次英超 對上一個英超 挺欣賞阿里斯聯這對球 他都有一個烈斯聯球員 是阿里奧斯基 是北馬其頓球員 不至於完全陌生 我們要這樣說 阿里奧斯基這些球員 應該在FM裡面 都是一聲半比盡的 有一點聲明差 五顆聲是滿的 一聲會難 也有聲 有聲 我猜先 但我都看探他的 但我看他未必輸那麼多 因為奧迪利不是很厲害 大概奧迪利贏2比0 2比0 即你的球圈少 北馬其頓真的未必能入球 我欣賞北馬其頓 就是彭迪夫這個球員的老將 37歲 很有球味的一位球員 在二甲打棍多年 我覺得好像有少少悲劇英雄的劇本 就是要力玩狂難 但一人難敵對面重重的追兵也好 對面有十個人不夠打 但他自己有好的表現 所以我猜這一場2比1 奧迪利贏 2比1 對 彭迪夫就破打一球 都可以 入球 彭迪夫你說的真的要說一下他 踢了二十季的衣甲 北馬其頓必然的隊長 北馬其頓出場紀錄 紀錄保持者 北馬其頓得分紀錄 紀錄保持者 很多紀錄 我拍過你 全部都是他的 除了他之外 還有一個叫做艾烈艾馬斯的踢拿波里 可以看耳甲的人 可能知道 被以為彭迪夫接班人 因為彭迪夫 剛才我們咪前來問 應該要退休 不過不是寶方都未退 還有機會 如果彭迪夫真的退開馬其頓的視線 就是艾烈艾馬斯 就被以為彭迪夫接班人 大家都在踢耳甲 現在在拿波里 北馬其頓可以留意的球員 就類似這幾位 我想他有得踢拿波里 可能拿波里也會給彭迪夫 畢竟彭迪夫也踢拿波里 踢得很貴 在意大利的球壇有些地位 人際網絡 彭迪夫是踢國米和拿波里 最長時間 短期踢過拉素 現在臨尾就剛剛踢了熱拿亞 跟拿波里的關係 特別是他比較downfit 其實彭迪夫都接近是必然正選 所以你說會不會落下嘴頭 幫自己後輩 拘捕到位置 進入大球會 都不頂 但至於你說艾烈艾馬斯 實際上雖然是UEFA官網推薦 值得留意 但從我僅有的對球壇的了解 主要都是從新聞和遊戲中看 對 現實和虛擬世界 這個艾馬斯都是有一定的實力 但都不會很積極想賣他 去我自己球隊的球員 他有沒有升 一定有升 一定有升 不出入國家隊 都起碼有一升半升 那佩芝呢 佩芝呢 佩芝覺得 筆馬 我真的看過名單 我不會太懂 正常的 所以奧地利當然看好 我猜幾比幾 4比0 4比0 好看好 好小的 那什麼人入球 4個 我猜這個Color即石 因為我知道他 我做過一點功課 我知道他幾高 是 他有兩米的 其實奧地利兩面 那佩芝人對你來說好像太高 是啊 現在不是說一對球 不是說一對球 是說一對球 高不是有好處 這些高不是說的 但為什麼我覺得他們很好 因為他們對中有兩個 都是比較高的中鋒 1米9 1米2米 兩個都比較高 我剛才說這個Color即石 他現在是史特加 他今季入了26球 對不起 他今季看了26場 入13球 這樣都可以 都可以 他計算聯賽以外的賽事 入了16球 就是整個球櫃 OK 所以我覺得如果他們用高空波 這樣大斬 都入了不少球 4球應該可以 各球斬出來又入幾球 OK 你以為有高佬 放心 阿拉巴 這個Steven Manner 幾個後面那些閘位 其實出球都還可以 有兩個高點 在前面 真的好像會入到多些球 是啊 聽起來有些機會 還有香港球迷 可能會比較熟悉的 就是阿奴杜域 你知道香港現在 我們港甲都有一個E-Bar 阿奴杜域 就是被譽為奧地利E-Bar 之前看英超 也有機會見過他 他現在就在上海上廣 不知道在上海會不會叫上海E-Bar 還是中超 總之他是一定實力的 本身他的名氣已經大了 再加上Color 即石 兩個高佬 還有他們成隊球 就是有些大部份球員 都是踢得甲的 他們現在的教練 都是德國籍的 他很大可能 可以相信 可能都是德國的踢法 德國他們最厲害 就是用高空攻勢 能夠摧殘一些 在高空上有些屈肌的成份 去屈肌一些球隊 有時可以贏到很大的比數 我聽了貝尖說 剛才的2比0 你說了嗎 我都加多個球 3比0 即是3比0 即是級數有些分跌 還有他們對賽過 剛剛是勾過北馬 對 剛才是勾過北馬 所以我覺得兩場他都會雙殺 雙殺 應該就贏 再加 我就4比0 分別是贏2比1 我們主場 還有4比1 還有北馬上主場員4比1 對 北馬可以入球 是啊 可以入球 要不要這樣想給你們 不要 4比0 我猜2比1 我猜2比1 我猜他也會問 這場的球 我叫他3比0 但這場球跟其他球賽有點不同 兩隊球都不時主辦過來 這場球挺有趣的 在羅馬尼亞的國家體育場 大家都沒有主場優勢 之前誰主場都是奧地利贏 大家去到中立場 看來都是奧地利的優勢 即是實力上 3比0應該都頗穩固 不過分析完兩隊 剛才MJ你講這一點 我講了一點 最有趣的是 這一屆的歐國盃 就是沒有一個明確的主辦國 以往可能一個國家 或者兩個國家聯合舉辦 或者抽到三個四個 比到盡 一起去入份標書 但今次不同了 有12個國家 都有球場 會拿來踢歐國盃 某程度上他們的政治考量 就是令到他們的歐盟 一體化會更加進步 更加快速 他們是這樣想的 但是就好像令到整個歐國盃的模式也好 或者那個意味 就跟我們以往所熟悉的 已經有些不同了 是有些不同 還有多了一些主場之力 大家真的要留意 這場球究竟在哪一個國家 那裡踢真的差一點距離 那他們究竟在國家之間 會否飛來飛去 周盧頓 上場在A球場踢 今場在B球場踢 原來飛來飛去 那些都是可能可以考慮的事情 我相信這場奧地利對北馬其頓 應該大家都意見一致 因為奧地利贏了 是贏了幾多的一個問題 大家希望這一場 我希望彭利夫入一球 給回一個信心 儘管幫北馬找一些利好因素 就是這樣說的 北馬其頓 最近在今年年頭 世界杯歐洲區外圍賽 不是友誼賽 他們曾經贏過德國隊 哇 撞客 贏過2比1 還有他過往的外圍賽 也好 所有賽事也好 他都很難有個連勝紀錄 近來在歐洲區正式比賽 也有三連勝 分別在外圍賽 小組賽最後一場 一比零贏以色列 附加賽是兩回合 一次就贏科索玉 一次就贏格勒吉 所以成功晉身決賽 所以在球隊的近況來說 不錯的 這些要講成勝追擊 坦白說 他贏了三隊 不是MG講得這麼肯定 有時你都不肯定是歐洲區 非洲區還是亞洲區球隊 火蟲蟲蟲 火蟲蟲蟲 有些魔牙 不過贏得國就比較驚勢 但奧地利都手和過這個葡萄牙 是 也有一定實力 還有奧地利是否你猜4比0 4比0 我也看過奧地利在外圍賽 都試過大勝一些對手 例如6比0贏拉脫維亞 4比1贏斑懷其頓 4比2贏 不是他輸的那場 即是他都能夠有些大手交易出來 這場去到大手交易 都是有可能 所以 我也猜由2比0轉到3比0 可能是一個入球大的可能性 OK 看看這場球 會不會像我們哪個股票的發展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